整個轉眼都入了,只差一隻瑞士名錶 17匹馬都入了,只差一匹 出馬18匹,等著瑞士名錶 2013年的安田紀念,18匹馬入閘了 準備起步,準備,1600米的國際一級賽 一起步的時候都出得很齊 前面快點,外檔極風第一隻跳出來 內檔那邊的機靈涅區都快 然後中間是國際高球 隔壁的榮進巔峰都在前面 然後禮貌周道大約在第五位 拍著中間的,還有一些伊沙寶 然後外檔的馬還有一些喜連標誌 後一搭的馬才見到 內檔那邊是櫻花福音 龍王在中間 然後才見到碧海銀沙 再後一搭的馬才見到 夜之影和大和街進瑞士名錶 那些馬比較後一點位置 精彩日子大約在中後的位置左右 沒錯,現在見到 大約守衛尾五島在隔壁的 那些是伊沙寶,還有大和街進的 比較後一點 再後一點的馬還有雙藍聖威 中山騎士,瑞士名錶 還有少年吉他最尾 好,開始轉彎的時候 前面是禮牌的 一定是這隻國際高球 放到五、六個馬位這麼遠 一路自己帶著 首位第位我當是榮進巔峰 然後極風一直追著它 內蘭那邊還有禮貌周道 後一搭的馬正在上來 外擋龍王上了一點 內蘭位置還有櫻花福音的馬 向後300米範圍的時候 前面還是國際高球帶頭 上來逼他就是禮貌周道 外擋上來的馬就是龍王 大外擋殺上來的碑海銀沙的馬 向後200米的時候 前面率先出頭是禮貌周道 但是這次大外擋上來的龍王 中間上來的馬 還有這一匹夜之影 他在100米的時候 前面外擋龍王偷竹了一點 但大外擋殺上來的碑海銀沙和雙藍聖威 第一名還是龍王 第二名是雙藍聖威 第三名是碑海銀沙 龍王結果真的可以戰勝所有對手 成為今屆安田紀念賽得主 跑第一名是龍王 第二名是雙藍聖威 第三名是碑海銀沙 10號、2號、16號 是今場的安田紀念賽賽賽 我們也有浩然 對,雙藍聖威這馬級數很高 我看到他追黃金巨像 他根本是大洋賽 早段尾幾 跑一條直路而已 厲害 不過龍王也很厲害 上來1,600都可以 他就是好處在 他可以走前一點 他先過你發力 其實不多了 他都差不多了 已經用完了 但到線才是他 如果再衝一步 就雙藍聖威過了 不是開玩笑的 真的很近 10號、2號 16號的碑海銀沙第三 第四名是幾匹馬拍的 內蕩是櫻花福音 外蕩那邊還有兩匹 櫻花福音上來千六都可以 他是這些位置的馬來的 伊沙寶和夜之瑩拍第四 三匹馬拍的 三匹馬都很近 第四名看來是伊沙寶到先 伊沙寶到先 那就是龍王 專注在日本跑 繼續贏馬這個 算得很準 因為始終日本的 那些肉馬的事業 是傾向長途一點 所以就算跑短途也好 他們家情的問題 是沒有那麼大的 現在看到了 對 千六 這堆馬王級的馬 刀殺低了 他自己也是馬王 更加多證明 現在千六又跑長一點都可以 遲些又有多些賽程 可以讓他選擇 沒錯 因為你做馬王級的馬 要跳一個象限的圖程 不是那麼容易 你是千二就是千二 對 完全同意 你千二到千六都贏了 還要贏雙男升威 他會有級數 他後面其實那一批都很有級數 全部都 就是你日本 如果你數長途馬 你沒有黃金巨像 沒有貴婦人 就是雙男升威這些 現在這一招 很厲害 連贏 龍王 贏了幾場賽事 結果又是岩田康城 岩田康城 岩田騎手 他從日本短途馬錦標到現在 沒有輸過 來香港又贏 真的長勝 對 從9月到現在贏了這麼多場 贏勝5場 對 五場 全部都還要一級賽 還要五場都是一級賽事 主場撞客 無一行面 威就威了 然後獎金就拿了很多 對